欢迎来到平静宇宙之爱频道 我是平静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一些灵性开悟 和宇宙吸引力法则的实用性的 帮助大家能够更快的吸引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显化和自己的梦想 那么今天我想说的话题是 我们如何可以对人说不 可以如何拒绝人 因为很多的情况下 我知道的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如果我跟他说了不 我是不是得罪他了 如果我跟他说了不 我好像就觉得不够义气 然后也不够朋友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阶段 都有这个时机 哎呀算了吧 帮他一把吧 但你一旦帮助了一次 然后他又靠住你第二次 靠住你第三次 然后你觉得永远要帮助他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你的帮助 而且好像你也习惯了对他的帮助 但是呢长久以后呢 其实你又不开心了 你又觉得哎呀他老帮着 每次他都我都给他做事情 好像都成了会自然而然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就提醒自己 我要停下来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真的就想提醒大家 我们为什么可以对人说不 而且在说不的同时 我们其实是为他人好 是为了他们好 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够独立 为什么我想做这个视频 这个题目的视频呢 因为我们的很多人 我们其实心地非常善良 我们都想去帮助别人 不管你的家庭你的朋友 或者是陌生人 都有一种希望能帮助到 别人的这个爱心 然后我就想到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个很多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stop停下来 不再让你自己成为这个 被吸取能量的对象 而且其实我们也是在帮助对方 帮助对方来建立他们的自信 或者建立他们的独立性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灵性大师 告诉我们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其实你没有能力来伤害别人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伤害别人的 去伤害他人的 你想一下 我给你举个例 如果你在一个超市里面 突然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突然就在那发泄或者生气 然后就说 安格 就开始在那无聊骂人什么之类的 在那突然吵起来了 大声吼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什么 百分之九十的人 包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不会搭理你的 他们就会过 从你身边过了一下 可能这个人有点什么问题 有点什么事情 你会注意到 大部分人 很多人是不会对你的这种什么 你的这种愤怒啊 你这种对别人的攻击 是有理会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跟他的能量 跟他的频率 不在一个频道 他不会理你的 换句话就说 你又没骂我 我跟你都不认识 对不对 他的频率 越是这些人的频率是快乐的 跟你无关 但是也许就有那么一个人 两个人 他突然觉得 你是不是在骂我 你是不是在说我 这个时候你伤害的 其实不是他 你想一想 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你都没有伤害到 那么这一个人 怎么伤害到了 因为他自身 就是一种愤怒的情绪 他在这个 跟你的这个频率上面 其实到 其实他是跟你 在这个同频率上面的 他被你激发了 他被你的这种情绪 激发了 因为你们俩在一个频道上面 那么说起来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能力 伤害别人的 被伤害的人 都是自己在伤害自己 因为 想通这个道理了没有 我说一句话 我说一句话 有的人绝对是针对他自己说的 有的人说 这跟我不关 这都是这个能量 在不在一个频率上面 有的人本身就有这种 仇恨 嫉妒 愤怒 或者泪疚 或者这种 负面情绪里面 他就觉得 一下就感觉 你说这句话 就是针对我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其实我没有说你 只是你在听着的时候 你听进去 你把这个能量收进去了 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 去伤害他人的 那怎么会有人觉得被伤害呢 这是因为他的角度 他以什么 他在听你这个话的时候 他是在什么样的情绪 这个能量表格上面 能量的分数上面 咱们都说 就是说你以什么角度 来听我的话 或者你以什么频率 在你什么位置上 来听我说这个话 我为什么伤了你 没有伤害别人呢 没有伤害他呢 我们是没有能力 来伤害别人的 第二点呢 我想说的是 我们尽力做 我们最好的自己 我学会说话 我懂得礼仪 我懂得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 包括家庭关系 我怎么样可以让这种 负面的情绪 从我身边 就是从我身边走过去 而对我毫无伤害 当你没有在伤害别人的时候 其实别人也不会被伤害 如果你觉得你是自己做错了事情 或你是有责任的 那么你就承担你自己的责任 但是你没有有意的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他这种负能量 你就让他怕死 就让他走 所以做好我们自己 做最好 做我们最好的自己 做我们最诚实的自己 我很小的时候 这一幕让我永远都记得住 就是那个时候我很小 然后我坐在我妈妈旁边 我妈妈就在烧火 他说 我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你看 火要空心 人要忠心 他说你就是要老老实实实的 做个好自己 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 你对妈妈要诚实 对你自己要诚实 当时很小的我 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忠实 什么叫诚实 那我妈妈就说 我妈妈就说 做个老老实实的人 对妈妈也老实 对你自己也老实 所以这句话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是 对我的受益匪浅 做一个诚实的自己 当你有了这个诚实的自己以后 你可以诚实的面对任何人 你可以诚实的面对全世界 我的信仰就是从我小的时候来的 那么现在这个宇宙吸引灵法则 学了以后呢 我也一样的感受这一点 我们保持我们的正能量 我们保护我们的正能量 我们做超越我们的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爱 我们就是喜悦 我们所接收的 我们所吸引过来的 也是爱 也是喜悦 也是成功 这生活不是变得非常美好了吗 那么这些烦恼 或者这些痛苦 不是都离我们远远的了吗 感谢你们的到来 我是平静 感谢你们的到来